帮社会祈福也让温暖延续 福智僧团日前在2021年祈愿法会圆满后 将福智会员与各界发新捐赠的公益物资 陆续送到全台245个机关团体 这天也捐赠2000份祈愿礼合 给台中市社会局协助转发 期望就这些爱心物资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也为社会的每个角落 带来温暖关怀与祝福 作词法师送上祈愿礼合 希望帮社会祈福也让温暖延续 福智僧团日前在2021年祈愿法会圆满后 将福智会员与各界发新捐赠的公益物资 陆续送至全台245个机关团体 这天也捐赠2000份祈愿礼合 给台中市社会局协助转发 长期来福智在各方面来帮助台中的低收中低 还有很多的边缘户 那同时呢 推广许多关于环保的一些的观念 这也都是造福我们的这个乡里 那我们也希望进一步的日后 跟我们福智的团队呢 有更多的合作 共同的来帮助我们台中的好朋友 福智团体2002年在创办人日常老和尚代领下 举办了第一届祈愿法会 期盼能够为众生带来安乐 共品也特别选用各式天然有机 友善环境的产品组成 希望透过后续的公益捐赠 也让这份真诚 祝福化作守护健康与环境的美意 2020年到2021年疫情的援峻之下 我们觉得更需要为这个世界注入正能量 所以2021年3月27到29 我们申团福智申团 就是举办了这样的企业华会 然后也募集了各方人士的善心 还有我们福智会员 那他们集聚了两万五千份的这个礼盒 那在华会圆满之后 然后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物资 能够关心到这个社会需要被关注的 这些弱势的社府机构 或者是一些边缘户 社会局表示感谢福智申团 长期关怀社会的善行义举 除了提供受正市民粮食的资助外 更深入给予心灵的教育与关怀 也期盼有更多的爱心来加入 支援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接着杨庄环台中厂报道